为今年莎士比亚诞生450周年 导演田庆新手第42届香港艺术节之邀 指导莎士比亚经典话剧罗密欧与朱莉艳 并于1月21日首度向媒体开放排练场 两大主演李光杰 樱桃金现身排练 排练现场全套自行车 墨镜 吉他等元素交错出现 洋溢青春的荷尔蒙和初遇的情动现代感十足 跟着我去把自行车偷回来 罗密欧做个有胆的 豪宝是孙子的 不在墙根底下躲难的 有出息的 魔王 正如导演田庆新所说 他想做一份中国沙士 罗密欧与朱莉叶的魔幻蛋糕 献给沙翁及青春 这个话就是这个故事的外形 是一个发展中中国的这样一个气质 然后演员的台词都比较落地 但是所有的关于情感部分的台词 基本保留的是阿尔比亚的 这个原剧的那种诗意的这种抒情方式 这次我们是把罗密欧与朱莉叶 这个原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 更加中国化 所以这次我们也是比较希望能把这两个人物 都偏向于我们中国人能够看懂的两个人物 拍戏向来随和的田庆新 善于发掘演员潜能 曾让众多明星在舞台上完美呈现 不为公众手之的一面 明星惊呼 原来我还可以如此 这部看似文静内敛的樱桃 就被导演挖掘出了狂野的一面 在舞台上樱桃突然表演了一段 狂野的舞蹈让人惊讶不已 你在上海我怎么修啊 你当时快点了 我来点恐高 恐高你爬这么高干嘛 是什么 小姐请小心你的小小脖子 采访中樱桃表示 虽然学表演时上过不少解放天性的课 但第一天排练 导演就提出跳狂野舞蹈的要求 当时自己死的心都有 这是导演给我提出来的要求 第一天排练的时候 让我那样死的心都有 一开始会有点放不开吧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排这个话剧 我是非常受益的一个人 我觉得导演在不断地打开我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拍了很多年的 电视剧有一些东西 我要重新归零吧 重新开始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